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台南听听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我们的频道在北部是FM90.1台北健康台 在苗栗地区是FM98.3大苗栗广播 中部地区是FM92.9城市广播 台南地区是FM97.1台南之音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核心号惠惠姐 惠惠姐她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老食材老灵魂的许多烹煮的美食 刚才我们听惠惠姐教我们怎么样去烹煮老萝卜与鸡汤 那真的是真让我们觉得口水忍不住滴下来了 当然惠惠姐告诉各位 老食材它其实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珍贵之物 希望您也有运气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老萝卜了 还惠惠姐我想其实我常看你在处理老食材 这个印象经验是从当时小满开始 我们台南人都称惠惠姐叫小满妈妈 有一次我到小满去的时候 看见您在做什么呢 马沙鸡 天啊给谁马沙鸡呢 他对一锅菜食材在做马沙鸡 惠姐啊 你怎么想到给高丽菜马沙鸡啊 是 要好吃的话 就是要有心去对在这个食材 让它融入了你的爱心 才有办法做出你的想要的味道 然后他就很得意的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们吃的每个高丽菜肝 都是被我的手轻轻的按摩过的 我爱抽烧 可是我记得您当时告诉我 其实比较重要是因为 高丽菜肝其实也代表 我们在它旺季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生产很多 像去年我发现高丽菜肝 整田地没有人要 你用十块钱请你到田里面来 还很多人不愿自己去摘 所以遇到那种情况 当然我们爱物喜物的 比较我们老一辈 就觉得用什么样方法 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就高丽菜肝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对 那这个高丽菜肝说真的 大部分的人在外面 只会看到萝卜肝 是 你很少看到高丽菜肝 对 因为它制作过程 应该是有点麻烦 对 非常的麻烦 是 那而且要需要一点技术 跟很仔细 很用心 用心对待它 像对待你的爱人一样 对 我只会叮叮叮 这样摸摸 是这样吗 手手下来 不可以 真的吗 对 它真的是不好照顾 所以你可能会做到一半 我曾经刚开始学 认真去了解它的时候 坏掉了几十锅 真的吗 所以现在您可以告诉我们 你几十锅之后 站起来的心得吗 怎么去制作高丽菜肝 对 那它 你买到了高丽菜 还是你自己采收到高丽菜 回来以后 你先 阴干一个晚上 是 要把它 一夜一夜的剥下来吗 对 让它 因为它刚开始充满了水分 是 那你拿回来以后 先让它整个 一颗一颗的摆在那个屋内 让它稍微 去一点水 对 然后你才有办法 一片一片的 剥下来 温柔的把它剥开 强调温柔两个字 一片一片的 完整的 好 那尽量不要让它受伤 因为缺口也容易 就是 坏掉 对 对 好 那剥开以后还要 就像茶叶一样 要尾雕 我了解 要让软化 那尾雕是要在 阴干的情况下 对对对 那隔天 就这样子等于 至少要一天以上 对没错 好 那隔天呢 就要找一个空旷 有阳光的地方 而且要让它有 好几个小时的 阳光的地方 至少它接受到 阳光的曝晒 对对 然后先给它 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展开 不能重点 让它一片一片 像是个美丽的衣裳 让它在阳光下 展颜欢笑 是 这简直是写诗嘛 是做食材 OK 享受日光 了解了解 所以每片高丽菜 都有阳光的温度 而且那个阳光 就是刚好在 四月五月 三四月的时候 那阳光最舒服 所以也不要太烈的阳光 对 因为它的生产的季节 刚好是半生产 高丽菜自己就选好了 什么样的阳光 最接近我 了解 有意思 一片一片 第一天先一片一片 把它展开 正面反面晒一次 是 所以你还替它翻身 当然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料理照顾 然后晚上就收进来了 是 第一天晚上 开始撒盐巴 按摩它 所以把盐巴撒在高丽菜叶上 然后用手去搓揉 对 然后可以 这个时候可以集中在一起 让它互相依味 互相碰撞一下 磨蹭一下鼻子的温度 因为它现在很柔软 了解 对 然后呢 第一天晚上盐巴撒上去以后 你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 它隔天会出水 水就会慢慢出来 因为盐巴的关系 水就是会开始会有点发酵 是 那个就是乳酸菌 第一个程度的发酵就已经开始 对 就乳酸菌 对 好 那 再来白天的时候 还要再出去 还是一片一片的把它 再次亮相 对 接受阳光的洗礼 对 然后跟你手温柔的戳膜 对 你还要给它按摩呀 真的假的 当然 了解 然后 再收进了 还是继续 还要再加上盐巴 再继续按摩 这个时候的量就变得很少了 是 它慢慢的伪掉 对 对 那这样子反复几天 可能到第三天 就可以不用再下盐巴 了解 直接布晒 对 那 接下来比较难的就是 它的梗 因为它的梗 差不多它的叶片的 几十倍的厚度 是是是 那最难 最难干的就是那个梗 可是那个梗 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甜味口感就没有了 我发现有的时候 它反而集中更多的菜的滋味 在那里 对 纤维什么都在 对 而且其实纤维也很好啊 对啊 对我们健康很有益 对 所以 这样子要差不多 大阳光 每天 你必须要每天 去注意气象报告哦 是 有阳光才出去哦 没有阳光可别让它淋雨了 对 淋雨就全部over了 OK 那万一有联系几天下雨的话 请你把它包好 放在冰箱 让它暂时保存 然后到时候再去曝晒 对 那有阳光的时候再继续出去 那如果这样曝晒完了以后 几次就可以收起来了 因为它已经完全干了 对不对 对 那又密封密封起来 对 那密封以后其实 有时候偶尔打开 味道还真的很好闻 很香哦 对啊 那么香的东西 刺激 拓益 那我们拿来怎么烹煮呢 是 那说真的 我没有吃到老人家做这一道菜给我吃 我是用我的想象 是 去诠释 是 那我做的 到目前做的最喜欢 最 最 最拿手的 最有成就的 就是隔壁菜肝 肉肉 哦 卤膜肉 像我们这个整个三层肉 三层肉 然后跟高丽菜肝一起放在锅子里面去 我切薄薄的三层肉 是 然后先下去逼油 哦 逼油 肉要先逼个油 其实所谓逼油就是 让它表皮酥酥 第二点呢 因为我去诠释古代的老人家 他们就是很不容易就拿到一块肉 对 那一块肉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是 先把油逼出来 然后 他们还会用盐巴把它保存起来 哦 了解 等到有节气 有亲朋友好友 再拿出来煮 切给大家享用 对 然后盖着高麗菜 把它搅拌会 了解 油还可以来煮东西 对呀 这真的很好 所以可见我的结论是 你把高麗菜做完以后 你把你的三 一定要是三层肉 逼个油 然后连高麗菜一起放在里面炖煮 要加点酱油吗 对 一点点 对一点点酱油 因为酱油的香味不能太多 因为高麗菜根本上 还会有淡淡的咸味 哦 了解 那这样的脾味就够了 对 各位听众朋友 明天会是你们家 穿桌上 大家一起共聚的 圆桌里头 一道芬芳的老师菜吗 谢谢我们的 货卫姐带了这个食物 最后呢 我们要请货卫姐呢 您今天也告诉我们一句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的话 好吗 是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 有没有那个透益 受不了的时候 受不了控制 那我希望呢 这个老味道 可以引发大家 一起来 共享 这样子的 甚至于 把你们的老味道 一起拿出来 跟大家来共享 这是我 这一次做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 一个 最大的希望 谢谢 谢谢卫姐 老味道 老令狐 我们一起共享 谢谢 今天她给我们带的美食 那我们对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如果您有喜欢 可以欢迎你上 城市广播网的官网查询 或下载 台南听听看APP 也欢迎想重听这个节目 学会怎么烹煮这道美食的朋友 请上YouTube查询 台南听听看的节目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